如果你還在猶豫到底要不要抽 圖倫的全新紙墊造型的話 看完我的影片 我保證你會先冷一半 今天這部影片我至少崩潰三次 在影片的最後面 我有整理出要花多少錢台幣 以及多少錢的點數 才能獲得這一個新造型喔 一開始如果你不是把圖倫的幻化造型 放進大獎裡面抽的話 我強烈建議你一定要去看醫生 因為其他的造型是有機會會特價 甚至到半價送出去的 好了那注意喔不能換喔 那這個要怎麼抽獎呢 你會在這部影片裡 看到95%都是沒有用的垃圾 其中呢元素卷軸奧義卷軸 佔了11.11% 專屬造型英雄碎片奧義碎片和寶石 佔了83.79% 所以呢95%都是老手絕對用不到的東西 甚至新手都會嫌棄 好了那我們就直接先小抽 第一次呢會直接特價一次 那你可以選擇射一次或射三次 總之都是靠運氣 我們先從2036點開始抽 這一次的抽獎是有保底的 就是你把所有的雷射槍發完之後呢 總共大約9846點就是這一次的保底 在這一次的影片裡呢 如果你是真的要抽的 你會看到呢 右上角的圖倫會不斷發射 他那一根大發的雷射槍 甚至到發射你會有點崩潰 當然之中呢我已經抽到有點崩潰 開始在期待有沒有機會 一次抽到三顆紅寶石了 但是正當我切換遊戲的時候 哇 宮廷在幫我加油 她跟我說再努力一點你就抽的到 好 我又除了一次 29990台幣喔 就是差不多4500點 繼續發射 三次的電磁大砲 我一直期待那渺小的5%爆擊 會發生在我身上 結果呢 唉 就只有發生過一次 哈哈哈哈哈哈 好 那我們就繼續抽獎喔 這一次抽完之後呢 大約有4000點 你覺得這一次一定必中對不對 哇 又是紅寶石 紅寶石 無盡的紅寶石 官方你到底送給我們 這麼多紅寶石要做什麼啊 我又不是紅寶石大盤商 然後呢正當我以為要抽完的時候 哇 4500點又抽完 他又剩41點 這一次我超崩潰喔 我真的覺得封面的 洛里昂都在拿著電球嘲笑我 我甚至還去Google查了一下 紅寶石的價值到底是多少錢 一顆25.59克的面鏈 紅寶石超過3000萬美元的價值 也就是說我剛抽到了超多紅寶石 各位 現在請教我億萬富翁 我的身體裡充滿著億萬人的能量 聽得懂就算了 聽不懂就算了 好了 那我們繼續抽獎喔 好啦 那我最後一次又除了一次 4500點去把最後的18槍給打完之後呢 又抽到了一大堆的奧義碎片 好險這是我的分帳號 至少奧義碎片還有用喔 最後呢 總結一下 我總共花了6933點的傳說對決點券 抽到這個圖倫的新造型 相當於等於4586元的新台幣 我的天啊 這個造型再出十個 我就可以直接換iPhone Pro Max咧 哈哈哈哈